嗨朋友们我回来了 我想向你们展示一下 我用这套卡组在天梯10分钟 可能8分钟狂吃90分的这三局 比如说我们先看这把打狂暴电车 我这套卡组本来没有带速递 本来是带万剑启发 已经非常克制这个狂暴电车 但是现在带着这个速递之后 我更克这种狂暴电车卡组了 那么这个人他开局 好像过一张狂暴 那么我做个房子 一般遇到狂暴的话 我会猜他是狂暴精锐 或者就是狂暴电车 因为或者狂暴绿胖车之类的 一般带狂暴的都是那样的卡组 或者狂暴羊 但是狂暴羊现在好像很少见 好他开局采集器被我震掉 他成电车 那么我这里不管他 我直接矿王加羊打另一路 他胖子把他拉过去没有问题 没有关系 这个矿王还是可以为我们的头毛手扛一炮 然后他牺牲没关系 没关系 这个头毛手已经把胖子吃掉了 然后他现在要打我一波 左路的话我仰桶宁去了 这不看快递的位置 你不能砸在小皮卡脸上 不然黑王打一炮 黑王一棒子 然后小皮卡一刀 电车就不用开炮了 这波小皮卡也放在左边 不能被小皮卡砍到 这样子可以把电车给他做掉 这个防守就是非常完美的一个防守 对手玩得很开心 你看他跳得多开心 他放弃了好吧 所以这是第一把 在一分半花了一分半时间直接让对手放弃 那么我们看第二把 第二把看哪个比较好的 看这个钻机好了 看这个钻机 他叫卡尔利托斯 那么这把的话我是怎么打的呢 我想一想 我想一想 他成一个黑王 那么我矿王跟他对上 看他出什么牌 如果他不出牌的话 这个黑王会被直接吃掉 他成底小电车 那么我做一个房子 我现在知道他有黑王 还有小电车 还有这个炮车 暂时我是猜不出来这是什么卡组 就这几个卡牌 搭配的话 没有什么特别标志性的卡组 可以让我猜出来 所以我并不知情 他会用什么打我 他可能突然套一个排击炮出来 也说不定的是吧 好这里小皮卡砍他一刀 然后跳一个羊 对手撞击防守 撞歪了 女巫奶奶防守 打在羊身上 然后屁又没有 然后他就崩了一分钟都不到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就我冰冻冻还没教呢 我速递也没教 他自己把自己王崩了 然后放弃了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所以总之我改了这套卡组之后 开始上大分 不管对手被我磕烂掉 还是对手莫名其妙 自己把自己王死 总之都是我在赢 好像我也没有 我好像也没有做非常大的努力 这个是打石头人的 石头人 我们理论上也是非常磕他的 所以你的卡组适合的话 再加上你的运气好 你就是可以上大分 你就是可以上大分 你不需要太多太多的个人实力 我这里矿王成敌 他用雷龙跟我对上 那么打雷龙的话 我们可以在矿王后面 跟几个投毛手 那么等投毛手 投他几毛 然后我们开个技能 炸一下 击退一下 就可以把这个雷龙给他打死了 好 这一波的话 做房子 我看到雷龙和黑王 就大概知道他是石头人了 那么我这里小皮卡 左边砍一个 右边砍一个 然后三个投毛手被砸死了 好吧 我只能说 狂暴小夫砍这些小费 还是蛮好用的 他这边做采集器 那么我先打他一波 我地震 可以等我打完之后再震 因为地震 对采集器伤害很大 我晚一点震也不亏 好 这波投毛手 打了一堆伤害 然后这个人的话 他采集器被我震掉了 然后现在双倍也没有 我觉得他 好像是要乘石头了 所以我就 先做个房子 看他防不防 他做那个 他乘底石头的话 就会被我房子一直消耗 然后 因为是单倍 他也不能堆太多的兵 所以到时候他走过来 我冰冻小皮卡 冰冻矿王 一波把他守住就可以了 所以我就直接做房子 因为他慢慢的 他慢慢的 我不是很害怕 好 这波这个矿王是失误的 因为我把他摆在这个 摆在这个地方 然后狂暴小副死了 狂暴一砸 全部我的投毛手也死了 所以这不是一个好地方 好 他这个雷龙是学聪明了 不摆在我矿王能炸到的地方 所以我没有办法 保住这三个投毛手 所以死了 现在双倍 他成石头 然后我打他另一路 直接打他另一路 不用管 不用管那么多 看他守不守你 因为我们防守是非常稳的 我有让冰冻没有交过 从始至终都没有交过 所以打石头人 在防守的时候 用冰冻是 几乎必定能防住一波的 既然他会在双倍成石头 那么有多少时间 让他打第二波 所以一般我防他一波 他就已经差不多完蛋了 所以我这波冰冻交了 矿王炸一下 然后右边小皮卡防得非常稳 你看他好像交了很多单位 但是他好像都没有打进来 这波小皮卡可能会死 砸一个快递 非常稳 然后小卫队还自带一个盾 所以很扛 很能扛 防守非常好用 好的 最后就这么 他没什么血了 然后他想卖血的话 会直接把自己卖死掉 所以现在在这种情况下 石头是非常难受的 因为已经驾驶赛了 然后他也没打出什么伤害 他也不可能成敌卖血 然后打我三星 他不可能 他已经卖不起了 所以这把直接拿下了 你知道吗 我现在皮有点痒 我想做死 我想作死 打一个两千分 看看行不行 今天好像我的手气 我的运气好像也不错 我们看一下这个对手 他叫什么 他叫Bio Bio 我叫他Bio 好了 那么他的战骑是个小冰斗 那么我猜猜他会不会出小冰斗 他出了小冰斗 果然他非常喜欢小冰斗这张牌 他有小冰斗 小冰斗斗 然后戈饼滚木 其实是个小费 那么我得知道他是玩自闭筒呢 还是玩联弩呢 还是玩矿工呢 还是什么其他东西 是个炸弹 炸弹塔 在炸弹塔的话 应该就可以把自闭筒和联弩排除掉了 因为自闭筒一般不带这个东西 它是矿工 矿工加冰斗斗 那么他有没有炸弹人 他有炸弹人的话 我得好好注意一下 要提前准备好快递 不然炸弹一下子炸进来就麻烦了 好 他这个是带凤凰的 那么好像没有炸弹人 他有炸弹人的话 他早就出了 就不用跟这个东西矿工打稳了 这个弯了 被炸弹 被凤凰拙了一下 这波血量落后了 但是个毒放工的话 我不能落后太多血量 要不然以后 要不然几分钟之后 我蹭不回来就麻烦了 那么我先写一个房子在这里 看到什么法处 其实房子放在这个地方 并不能避免毒药 他要是勉强毒的话 还是可以毒到的 但是我只是想测试一下 他有什么毒药了 引诱一下他毒右边 是个毒药 那么凤凰的话 我用炸弹 大矿工的炸弹 可以炸一下王美姐 OK 他是个毒矿工 毒矿工 我们不能卖太多血 速帝加油速帝快点 快点 快点 速帝是还行 他及时送到了 OK 这是个炉矿工 翻大车 翻大车 这个冰冻 这个冰冻 送了 送了四费冰冻 然后我暴露了 我有冰冻这个东西 玩打蛋了 完了 这把不好打了 这把不好打了 刚才要是 我刚才要是冰冻 早那么一点点来 我这个羊撞进去 我就 我就会舒服很多 这把打起来 就 就 就 希望比较大了 这把 矿工还在摸我 我地震 蹭一点点 现在血量有点接近 还不至于 瘦得那么惨 我在交这个房子 他毒上了 哎呀哎呀哎呀毒矿工啊 我要是摸不进去就惨了呀我会被他摸死的 刚才那波冰冻失误太太太倒霉了 好吧 这个人他他喜欢 这个人摆的炸弹塔的位置都比较 都比较不一样啊他会防我的这个这个地震让我不好震他 毒药 我打他两路看看 滚木交了 头毛手 他不是带小骷髅的头毛手 预判作用不是很大能不能撞进去 他他他会 他不会马上摆这个炸弹塔 他会想等你出地震之后再摆再摆出来但是我不交地震 我就没有办法用地震预判他这个人这人玩的 这人会玩的呀这是个会玩的毒矿工 我要是没点运气好像 还真打不够他这边钻过来 这边钻过来能不能投能不能投几下 能不能投毛手给了一点 给给 哦天哪 还有一分钟 还有一分钟 小皮卡把他砍了 我就找个 地震 地震啥都没震到啊 这个人他 他那个 炸弹塔不会乱出的 这个 这波 这波速定没有把这个凤凰砸死 出大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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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炸弹还炸歪了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很危险很危险很危险 还有没有希望 还有没有希望 还有没有希望我要不要放弃 我要不要放弃 玩玩机会就隐藏在 最极限的时候 撞下去 死 给我 死 赢了 显胜显胜 最后一波他冰斗 他的那个小冰被我冰住了 显胜显胜 真难打呀 赢了29 还差一把2000分 好我们 再开一把 看看能不能上2000分 匹配时间 挺久 我擦擦我的手 我手上都是汗 来 这个人 Nasty 16名 我的天哪 我的天哪 16名 这把 这把输了不冤赢了装逼一辈子 好不好 这个人 这个人 很牛逼 16名 世界16名 我的天哪 我 矿工 前面一点 他要是个连弩的话 我可以 用矿工挡住 这是一个 电龙 他是不是石头人 我就像之前一样 投毛手 然后用矿工的炸弹炸他 他滚筒滚掉了 哎呀炸不掉了 他把自己 打他一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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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冰冻 他叫了冰冻 他 我觉得他要把自己玩死了 我觉得他要把自己玩死了 他 他 他聚风失误了 交了手冰冻 我也有冰冻 你玩大弹 你玩大弹了 Nasty 16名的Nasty 你玩大弹了 你遇到我 算你倒霉啊 看都没有 有时候 你知道运气够好啊 你的对手他可以自己把自己玩死 你要相信你自己 你不要看到对手 有排名啊 就世界十几名 你就怯懦 你就 不战而退 你得相信 你要么相信自己 要么相信 对手自己会把自己玩死 那么 赢了 装逼一辈子好不好 这个截图我截 我就可以拿着这样截图去装逼 当然了 我实力肯定没有比他强 我运气好 显身一下 他自己把自己玩死了 并不代表我有实力 重要的是我2000分的 2006 2006 然后55排名是2022 那么 这期先到这里吧 那就是 用了运气会莫名其妙很好的卡组 再见 祝你们玩的开心 拜拜